终止大联盟2015新人选拔会29号登场 今年总共有93人报名 创下有史以来最多人参加选秀会的记录 而拥有状元签的一大犀牛 首轮第一选择拥有大联盟与丰富国际赛资历的好手林哲轩 这份名单其实有一直反复 尤其是在第一轮的林哲轩这一部分 因为其实确实我们的球队目前是需要投手 所以我们确实也曾经考虑过 让投手排在第一纸 不过到最后的决定还是说 其实我们除了投手之外 我们的守备也是目前所需要去加强的 所以最后的名单才会选择丁这一圈 而第二双位的统一师 这一次都以年轻选手为优先选择 除了有高中应届毕业选手 还有多位代表国家参与世界杯U21的国手 像是首轮选择的林哲轩 以及第四轮选择的布农族林志贤 年轻不可以选择 其实你在这边打得不错的话 我觉得如果里外的球团还看到的话 没有到可以到里外去 有一些年轻的高中生 在资争上不找到认真的做 认真的认真的 可能就一月以后就马上可以加入持棒队 中信兄弟球团 第一轮指名球员 守备位置内连手 姓名贾志贤 球迷们期待的球员阿美族 蒋志贤首轮中被第三轩位的中信兄弟选中 曾经打过美国小联盟 以及日本独立联盟高支斗犬队 不论守备或攻击 备受中信兄弟看好 蒋志贤他顺部跟打击 也可以看看我们的中信表现 那潘志贤的话 可能在游击手这一方面 这两个应该 如果在合约上谈好的话 可能就是我们中信兄弟 下半期的主力 另外选秀顺序第四的 拉美国桃园队 今年选秀特别在第二轮 选择应届毕业选手阿美族林承飞 而第六轮更选择曾经效力 美国芝加哥小熊队阿美族王耀玲 虽然手臂曾受过伤 但拉美国桃园队相信他的实力 他曾经受过伤 那我们还是要进来以后再观察 如果我觉得他曾经是一个 那么弄瘦的头爽 那因为被伤所困 所以在第六轮说 我觉得他还没有选 我们应该进来我们试试看 或许可以找了他 习近平的那种身手 2015中执行人选拔 四支球队最后共选出46位选手 当中原住民级球员 一大犀牛有阿美族的刘华为 林振贤 罗国林 同一师则有阿美族宋家豪 布农族林志贤 中兴兄弟则是阿美族蒋志贤 周磊 以及邹族的甘少康 排湾族的徐浩杰 另外蓝米狗桃园队 选入的原住民级球员 则有阿美族的林承飞 王耀玲 陈敏刺 未来可将在中职球场上 看见这群年轻选手打球英子 接着我们的大陆台北市采访报道